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 我会探讨宝华山这个历史 让我们怎么样更好地认识佛教复兴这个问题 作为我研究的介入点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界叠 这是宝华山作为全国性的传界中心 于1919年签发的一种授界的证明文件 这个文件在哪里出现 在Holmes Welch 1967年的著名著作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hism当中 但是里面没有分析这个界叠的内容 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一下 我们会发现右边的这个绿色框当中 是它历代的传界大和尚 从中心绿宗的古心如心 一直到下面就进入这个宝华山的方丈三昧际光 一直到宝华山第十六代这个住持 就是那次传界的大和尚 很像那种法卷里面的 那个历代的传法祖师 然后呢右边我们又会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内容 在里面除了这个橙色框 讲到这个玉林同修北 甚至照到这个金石传界以外 其他的内容都是宝华山的一些历史 包括这个宝华山的和尚入京传界 还有这个乾隆皇帝到宝华山 还有乾隆皇帝对宝华山的一些 这个赐予的一些贵重物品 这个里面的这个紫色框里面 全都讲到的是十八世纪的历史 为什么这让我很奇怪呢 因为如果我们阅读一些 讲到这个佛教复兴的著作 我们会发现这么一个局面 这个从宝华方教授开始研究这个佛教复兴 有西方的学者 还有一些东方的学者主要专注于 明末四大高僧 这个时间主要就是万里年间 下面呢正好是吴正明教授 发布的为全联系而祈祷 他的这个专注 主要是研究了绅士 对国教寺院的赞助活动 然后这个活动的活跃期 是从半年间到清朝头几十年 基本上就结束于这个十七世纪末 下面的吴江教授和张德伟教授 进一步研究了佛教复兴 但是他们的注意力 主要是放在这个万里年间的 还有这个和十七世纪的这个禅宗的复兴 并没有对于这个复兴结束的时间 提出一个新的想法 但同时呢 我们在其他地区的这个学术著作当中 会看到另一个看法 也就是说 常古部有些教授 这个日本的学者他提出 龙青到万里应该是为转换期 而天气一直到前龙结束的时候 也就是到十八世纪结束的时候 叫做宗派成立发展期 他的这个时间判断 为什么这么不同呢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仅仅关注了禅宗的历史 而且还关注了律宗的历史 所以我认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十八世纪的这个律宗 特别是宝华山的历史 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 这个佛教复兴的这个态势 在这里我的一个研究 这个理论框架 正好是张大为教授 提出的这个看法 是说这个佛教僧团有三个基本的状态 每个状态对应于这个社会 特别是经营对佛教的兴趣程度 兴趣高的时候叫做繁荣 兴趣中等就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而兴趣很低的时候 就是进入衰落 然后从下到上的一个过渡 就是复兴或者叫重兴 从上到下的一个过渡 就是一个衰退或者下滑 那我要看一下 这个从宝华山十八世纪的历史 我们会不会 我们会看出哪一种状态呢 下面我要介绍一些 这个明清时期宝华山的历史情况 对于律宗的重兴 他当然是属于古兴如新的活动 因为尽管嫁进皇帝经开戒谈 他还是在江南地区大力的这个说戒 然后呢得到最终得到了万力皇帝的认可 就是万力让他进行一个官方的传戒活动 同时古兴如新也创新了三潭传戒的模式 就是最广泛采用的现在传戒的模式 然后古兴如新的弟子发展了几个派别 当然是最 在文献中信息最多的 最有实力的是清华派 这个清华派正好是以宝华山的中心 下面就列出了几个宝华山的方丈 开山的是三昧济光下面就是他的弟子 这个宝华山志 下面呢再进入十八世纪 康熙皇帝在南巡的时候 然后又两次访问宝华山 在访问当中给四院也给戒谈赐予新的匾额 就是证明了他们在新朝代当中的正式地位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十八世纪初的一个主持 被邀请到北京参加这个康熙祝寿的活动 当时也跟康熙皇帝见了面 也就是说在十七世纪已经有了很长度的发展 那么在讲到十八世纪的时候 我主要会关注文海重剧 他从1722年到1765年担任了宝华山的主持 他参加的活动很多 而他自己发起的主要就是下面的这些 他分别于1734年 1736年请求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 批准宝华山前任著者的著作 被列入这个新版的笼藏 然后173大概是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 修了南山宗桶 就是右上角可以看到的图片 然后在这个乾隆开始访问宝华山的时候 他就找了一个文人叫做刘明邦 来修新版的宝华山志 那同时当然他是延世纪律 定期船舰的一个律宗族 然后呢他也发展了这个宴口仪归 进行了小规模的建设项目 申请了税收的优惠 皇帝呢也作为律宗的大力支持者 这里主要是会讲到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 雍正的支持主要是体现在他邀请文海福 根据1734年到北京船舰 对此他对于这个当时的民中寺进行了一些备修 然后也赐予了一个新的名字改称法院寺 现在大家可能很熟悉这个北京法院寺 然后呢他文海福剧船舰之后要回到宝华山 雍正亲自任命了新的法院寺住持 就这个住持他特意选择了文海福剧的一个传法弟子 叫做天悦信使 也就是让这个派别留在北京 在法院寺雍正立碑纪念了这次船舰 并解释了他对寺院赐予的新名称 在船舰的过程中 因为这个持续了几个月 他几次迎见了参加船舰的人 包括从宝华山来的这些文海福剧和知识僧 和这个在这个开届的时候收藉的这些新界和尚 然后他也从中选择了22个僧人 在他亲自的指导下进一步的修行 不过在一年后这个乾隆执政的时候 就是让这些出家人回到各自的寺院 乾隆呢也关注宝华山也关注这个法院寺 第一他批准了这个文海福剧的这个请求 允许这个四部宝华山前任主持的著作进入笼藏 然后这个笼藏也颁发给宝华山 然后呢他也被访问了法院寺在里面立碑 然后呢也四次访问了宝华山 为他写这个传记或者一些序 祝寿的序 然后那地方方面也会看到一些文字方面的支持 也可以看到经济方面 特别是这个税收优惠 还有特别重要的是这个宝华山 1735年有大湖市湖 有大规模的破坏 然后呢 向上入告也拿到了这个公共的资金来修复 也有官员领导这个重建的工程 然后里面参与的一些地方的官员有在职的官员 也很有意思的有一间退休的 也不在任职的 他们也在积极的参与 然后还有一次这个改建吧 不是重建 就是前动快要到的时候 为了安排他和一些随行人员居住 也对宝华山这个人进行了一些改变 同时呢除了这些文字方面和经济方面的知识以外 还有一些比较深入的 这个有当地的护法参与寺院惯例的例子 一部分这样的例子 是一些当地的这个护法 邀请文化扶具到他们各自的这个寺院 在江苏很安慧说见 然后第二种 这样的一些例子是 这样的一些当地的这个团阅护法 邀请文化扶具的两个弟子 分别重建在苏州和扬州的这个当地寺院 这些案例很有意思 因为这些当地的官员或者绅士 他们开始筹资 开始重建 然后乾隆皇帝在南逊的时候 到这些寺院 赐予新的匾额 或者赐予一些其他的物品 然后进一步的吸引了 更多的这个当地护法的支持 下面呢 我们通过研究这些宝华山的历史 可以对于佛教复兴 有什么样的新的认识呢 那首先在进入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会我想谈到 在现有的这个学术著作当中 对佛教复兴的一些迹象 有什么样的描述 我把这样的迹象 汇总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的这个迹象 或者叫特征 是生团生活的物质条件 主要是涉及到建制物 还有摘田 当然是有些这个经书可获得性 但是好的情况就是 在建或者重建 还有这个购买更多的田地 还有这个出版和流通藏经 不好的情况就是 建制物的衰落倒塌 田地出售或者备战 藏经不可获或者质量很低 第二种类型的这个特征 就是僧人的精神神祸 主要是涉及到他们佛教知识 和修行的水平 好的情况就是中心的愿意 就这个重振复兴 也热衷于界定会的修行 也可以包括对宗派原流的兴趣 经常会观察到高僧大德的这个出现 也会编著出版很多相应的文献 包括论著语录四字登录等等 负面的情况呢 就是教律的知识很浅 纵拍脉络不明 纪律充持 还有很多的那种口头禅 就是根本没有修行的成果 反而会谈到很多的 我有这样的成果等等 然后第三种类型呢 就是四样管理制度的改革 就是主要是从子孙庙到十方丛林 或者传法丛林的过渡 主要会反映一些 这个时期的主要的这个思想态势 第四个部分就是 这个在家护法 他们怎么样来支持 这个可能会包括各种各样的 这个从皇帝移至到 身世互同类型的护法 当然是皇帝 他有一些特别的手段 能够控制这个佛交界的态势 当然是政治方面 也可以限制 甚至灭佛 也可以限制 可以放松大力支持 包括邀请一些三人 参加大规模的活动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船舰活动 也可以准备这个藏经的新版 和颁发这个藏经 也可以给四议院赐予新的匾额 来确立这个四议院的正式地位 然后呢 所有的这些在家护法 都可以提供这个文字 还有金融 这个组织方面的支持 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是 这个在家人 也可以跟出家人 这个发生一些争议 或者可以引导他们的修行 也比较深入的一个参与方式 就是参与到四议院的管理 比如说任命四议院的这个住持 不好的情况 也可以侵占四议院徒弟和收入 整体缺乏对佛教的兴趣 那么谈到这个总体的结果 可以看到这个律宗的复兴 还是这个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 跟这个孤星如星和这个宝华山 历代的一个方丈有关系的 然后十八世纪呢 宝华山不仅是维持了 前任住持建立的制度 并保护了物质基础 而且还大大提高其声誉 这得益于皇帝的认可 以及本身注视文害扶具的努力 除皇帝以外的其他在家护法 主要是在驴制中 或者以僧政请求 为宝华山提供赞助的 同时也有案例展示了当地后法 主动参与了重建项目 或者寺院管理 用战皇帝对文害扶具的恩责 可能是一个例外的情况 但同时可以看到 康熙乾隆两个皇帝的南巡 明显为地方的寺院 提供了再发生机的机会 使之进一步吸引当地文人 绅士的目光 整体的结论是 回看从上述的分析 可以看到至少一些的佛教派别 就像我研究的宝华山 和他的一些地方的分治寺院 在十八世纪当中 维持了繁荣的状态 至于状态的存在基础 正好是张德威教授描述的一个机制 也就是说一方面 得益于皇帝直接的支持 另一方面因为皇帝支持 而推动其他的护法 加大投入 十八世纪的宝华山历史 结合了前期佛教复兴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特征 正如晚历年间 皇帝牵头支持本山 带动进一步的经营吐齿 同时就像十七世纪的禅宗派别 贯出历史源流问题 宝华山也不在意全世界律 和发展传接模式为主攻方向 反而转到本山本宗历史的追踪 和清华派领先地位的巩固 总之呢 我们对宝华山的研究 让我反思 这个十八世纪 探传国教整体衰落的这个看法 也许通过进一步的研究 其他的这个思议员和僧人的活动 特别是这个律宗的历史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 康熙雍正先龙皇帝的支持下 可能也许有更多的派别 在十八世纪顺利维持了存在 甚至维持了反忍状态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会很高兴的回答大家的问题 并讨论这个话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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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